奥特曼中实力最强的四位怪兽 最后一位剑雷斯的密斯奥特无法击败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取着奥特曼剧情的播出 出场的怪兽越来越多 这些怪兽有强有弱 虽然最后大多都被消灭 但有些怪兽却拥有十分强大的实力 今天电话和大家排一盘最强的四位怪兽 第四名 奏达 奏达一族诞生时间早于奥特一族 原本是整个宇宙的从事者 也是整个宇宙最大的威胁 奥特之父诚说奥达是奥特战士最大的敌人 虽然最后被奥特之王击败 奥达却成为了灵魂体 普通攻击招式对他无效 并且五万年后他将再次复活 第三名 海帕杰顿 海帕杰顿是极其可怕的宇宙恐龙一族 可以推出宇宙中其他怪兽 以及吸收人类的负面情绪提升自己的实力 被称为宇宙破坏神 拥有与赛加不相上下的实力 如果不是不小心中了防御队的陷阱 赛加也不一定能够击败他 第二名 黑暗杂鸡 黑暗杂鸡是利用诺亚基因人工制造的怪兽 原本是想用来当作人形武器 却没想黑暗杂鸡产生了自我意识 在诺亚的基因价值下 黑暗杂鸡拥有非常可怕的实力 最后还是诺亚出现才彻底击败了黑暗杂鸡 第一名 卡拉法尔达蒂 说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 其实卡拉法尔达蒂并没有在剧情中出现过 原本官方在设定上 卡拉法尔达蒂是远古宇宙的创世神 因为其身份设定太过庞大 即便是以神秘思奥能力也无法击败 最终只能废除卡拉法尔达蒂的剧情 小伙伴们关于Demo的排名 你认同吗 请订阅想法来的评论区 我们一同讨论 同志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